当我们把每一个人的气加在一起 就成为 就成为风 我们就会没有能力来为主做见证 第二重点 我们一起读 身体的作用特别在聚会中展现 肢体的互相效力 互相影响 互相扶持 是特别在聚会中发生作用的 阿们 所以呢 每一个肢体 就是每一个信徒 我们都是基督这个身体上的肢体 每一个肢体它的功用可能是不一样 但肢体的功用要在哪里发挥出来呢 要在身体里 要在基督徒的聚会当中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它最好的功用 甚至我们会不会啊 常常在聚会中 你的母牙就常常会 讲几句啊 讲几句啊 你说我没几句还要讲什么 我们都希望一鸣惊人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其实不是这样 你刚刚得救就昨天得救 你就有 你就可以讲 你可能精力并不多 但是呢 你的精力最能帮助 可能只有半天得救了 真的我们常常觉得啊 反而是新人的见证 更能摸多人更新鲜 对不对 对不对 就像吃一桌的宴席 一桌的宴席上有大菜 但是常常我们中国人吃菜 是先上小菜 吃了小菜 你胃口就打开 你就可以吃大菜了 对 所以如果一桌都是同样的菜 再好 你也会觉得腻 但是有各种不同的菜 吃起来就很丰富 很多样 你都会觉得 哇 这个业绩真是丰富啊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功用 当我们把每一个人的功用摆出来的时候 特别是在聚会中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影响 互相的扶持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三大理 第三大理说 两种重要的聚会 什么意思呢 我们自己看见 聚会是神给我们的命定 对不对 聚会是我们能祝福的定律 聚会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特性 我们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 那到底有哪些聚集是我们 要一定要参加的 或者最重要 我们首先需要学习去进入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一起读 莫名什么 聚会 使徒行传20章第七节 我们一起读 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具体莫名的时光 把莫名为是要齐心 就与他们讲的 正常到半夜 这里给我们看见 七日的第一日 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日 这个日子 圣族们怎么样 聚集波饼 这个波饼聚会 在基督徒的聚会中 所有的聚会 都是为着我们的享受 为着我们的供应 叫我们祝福 叫我们享受 但是有一个聚会 是为了神的享受 也是为着我们的享受 那个聚会是什么 那个聚会就是波饼聚会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小点说 波饼聚会就是吃主的晚餐 主的晚餐是目的是为着什么 纪念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波饼聚会叫做主的晚餐 主的晚餐 它还不只是说晚上来举行的 晚餐的意思是说 当一个人工作了一天之后 他完成他所要做的 他回家 他现在所要做的是什么 他不需要带牢苦 他只需要怎么样 享受 因为该做的都做完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为我们所成就的 做完了没有啊 救赎成就了没有啊 复活完成了没有啊 他做我们的生命 完成了没有啊 这一切主都为我们完成了 他经过一切的过程 要把神带到人里面 并且借着他所经过的救赎 打开一切的头部 今天借着我们 简单的相信 基督就分支到我们 的里面来了 这一切都完成了 我们该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要来享受 这样的享受 就是对他真正的基点 阿们 如果从大力士大就离 就在外地读书 然后就在 就很少 偶尔才能够回家 但是很久就每一次回家 母亲就会准备一大堆 来给我享受 当我们看见那丰富的菜肴 对不对呢 我们不能只说 哎呀这个好哦 那个好 这没有用 最好的路是什么 把它吃下去 当我们吃的时候 你看妈妈的心就是最快 阿们 主已经成就了一切 对不对 那个饼杯 一个饼一个杯 明天就会讲那个意义了 我就不太说说了 这都说出主为我们所成就 阿们 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 享受 当我们在这里享受主为我们所完成的 这就是对他真正的纪念 阿们 主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 只是只需要把他所为我们所做的都接受 接着这样的享受 我们就能够纪念他 我们就能够不忘记他 阿们 阿们 有的时候因为忙 好久没有回家 阿们 不是我打电话回家 就是我妈打电话打 我父母打电话打 目的是什么 其实父母不需要我们做什么 父母只要求一件事 不要忘记他 神做完一切 他也没有要求我们做什么 他只要求一件事 不要忘记我 我们需要不断的接着来到每主日 来到公平的训会 在那里我们什么 吃主的晚餐 我们纪念祖 也付主的宴席 来与圣主交通 晚餐的目的是为了纪念祖 宴席 有没有一个宴席是一个人吃的 没有 宴席都是邀请很多人一同的来吃 我们是在众圣徒的聚集中 借着一起的享受 我们来纪念祖 所以他一面 郭敏聚会的意义 叫做主的晚餐 另外一面 郭敏聚会的意义 叫做什么 主的宴席 所以郭敏聚会 一面是为了纪念祖 那另外一面 更是为了我们圣徒 来在一起交通 在我们一起的交通中 我们享受主 主就得主真正的纪念 好 我们不仅有每主日 我们在照片中拨饼纪念祖 我们周中的生活 还有什么生活呢 有小牌的聚会 这个小牌的聚会 刚刚读过 就是希伯来十章二十四节 且当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念力行善 不可放心我们 尽心的聚集 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周中的生活 在挨家挨户的聚集 虽然人数并不多 也许不到十个人 但是呢我们可以怎样 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像我们这么大的聚会 你能叫出女子来的人 没有几个 对不对呢 但是在家里面的聚会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 每一个人都可以交通 每一个人都可以敞开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聚会中 借着这样的小牌的聚集 我们彼此扶持 彼此劝勉 叫我们 不失去我们聚会的生活 所以武力帝友姊妹在周中 要参加什么 小牌聚会 主日 要参加什么 波敏聚会 波敏聚会 好 所以呢 我们最后两个点一起读 小牌聚会 能叫我们 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互相劝勉 便利欣赏 这就是能叫我们 与圣徒 有属灵的交通 从圣徒得到生命的共鸣 第二小点一起来 不得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 每个人再读一次 不得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 不得放弃